這是我第五次擔任民進黨的黨主席 我有三項任務要跟大家一起來完成 第一 我希望更多社會力量加入民進黨 因此 我要向所有的支持者 我們的好朋友 我們的落臺派發出呼籲 民進黨 歡迎你們加入 首先我要感謝 也要恭賀總統 總統身為一個強力的候選人 帶領著本黨以及我們黨全體的立委參選人 打了一場漂亮的選戰 守住了主權 也守住了台灣 我們再一次向總統表示我們的感謝跟到貨 接下來 我想簡短做三項的報告 去年的6月19號 也是我們的中職會 就在這裡 我們全體中職委向總統說 我們一定用盡全力 讓總統最快的時間回來主持會議 今天我要請我們所有的中職委們 我們今天向總統報告 報告總統 我們做到了 我要向全體的先進黨員跟中職委們高退 我會從這場大改革的行動中告別 離開公共的職務 但是我很感恩 因為人民的信念 信任 全黨的團結 我今天才有榮幸在這個地方 把黨主席這麼重要的職務跟責任 直接交到中華民國台灣現任總統的手上 這對我是畢生的榮耀 今天早上 我剛剛完成第二任總統任期的就職典禮 現在我是以總統的身份再次接任民主進步黨的主席 這是我第五次擔任民進黨的黨主席 我有三項任務 要跟大家一起完成 第一 我希望更多社會力量加入民進黨 尤其是我要邀請老台派入黨 今年一月 台灣人更踴躍地站出來 參與政治 真正地用行動改變了台灣的未來 因此 我要向所有的支持者 我們的好朋友 我們的老台派發出呼籲 民進黨 歡迎你們加入 第二 民進黨要提供年輕世代機會 重用年輕人 也要結合資深黨工的經驗 但是我要強調 我們是執政黨 執政能夠穩定 是因為我們重視經驗 在乎傳承 能夠在理想與創意中尋求一個可行的道路 所以 不要特別麻煩我們的資深黨工幹部 執政不莽撞 不急躁 穩健 踏實地 為人民帶來真正的幸福 未來 我們希望黨部能有跨世代的合作 展現民進黨的新氣象 第三 民進黨要不斷地進步 我們還要強化網路社群與人才培育的能量 民進黨 民進黨要不斷地進步 也要鼓勵創新 只有這樣 我們才不會被時代淘汰 我們決定要微調黨部的投資 針對網路社群的部分來加強 我的想法很簡單 我們在選戰中累積的網路設計能量 應該要繼續延續下去 既然低於飛躍 還有兩天 雙手向人 部工程 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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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 兩天 感谢观看